Hello 大家好,又回到這個明偵探魔男和金田一合作的一隻NDS的解謎遊戲 那我們繼續吧 上次講到應該是看到那個秘書 我們是時候來看看那個秘書的了解 請你們不要再隨便在這個島上進行調查 什麼意思 先問一下,桃園雅子 這座島發生的事情要由這座島的人來解決 警察以後的人隨便插手只會越搞越亂 越貼越亂,你說什麼 什麼事,這個人突然說這些 添亂的不只是你,還有那邊的少年 好像在那裏做調查神人的事情 他連我都調查了 你再這樣這座島,作為官安地的形象就沒有了 很遺憾,你們都是坐明天的船走 這個是本島,日沖鎮長直接命令 日沖鎮長 彈彈,哪有這麼野蠻啊 重三先生你說一句 哎呀,既然是宅長的指示我都沒有辦法 連重三先生都 你們不是本地人都難怪不理解 在這座島上日沖鎮長就在一起 如果不服從鎮長,鎮長就會發佈 令全島有人禁止跟他接觸的命令 這麼大權力? 好大的官威 突然出現自稱的日沖鎮長的秘書 名為桃園雅治的女性 因為他的緣故 所以調查被強制打斷了 然後我們心有不甘願回到雷管 OK 無端端突然彈這傢伙出來 好 不知道最後那單案件是怎樣 如果他要走,金田一個班也是要走的 好 要我們在這裡的一拳打飛那家伙 打飛那家伙 吵死呀,誰要小朋友幫忙 尾座小姐調查點 不用擔心,沒問題 不管怎樣都會找到殺害他的兇手 嗯,就是這樣 阿叔 很抱歉 好 祖苗 發生了很多事 但也要認識個午餐 對呀,正好找祖苗小姐談一談 那個鎮長是什麼人 我想和你問些事,祖苗小姐 關於這個島鎮長的事 我們收到鎮長命令明天要來賭 我也聽過,很遺憾 既然是日沖鎮長命令就沒辦法了 因為這座島裡面 日沖鎮長的權力最大 真的這麼厲害? 對呀,很厲害 以日沖鎮長為首 這座島上面有五個掌權 他們經營著酒店和觀光設施這些大型建築 他們都可以說是掌握著這座島的命運 命脈 嗯,還以為是那個平靜的島 看來都不簡單 哎呀,怎會又和年輕人聊這些事情 想要問就只有這些 順便問一下剛剛聽漏的事 我還想打聽一件事 25年前的某單慘劇你知道嗎 25年前慘劇?好像很恐怖 但我沒聽過 很久之前已經住在這個島 我還以為你會知道 對不起,沒聽過 如果是他都不知道 還有誰會知道呢? 總之吃個午餐,轉換一下氣氛也好 好 好 南國樂園植暗島,看似和平的島 面具下,竟然隱藏著一個充滿愛意的面 那個日積月累的愛意終於在今天浮出睡眠 我心裡滿是這些念頭 但是 午餐之後我們去只有一個人在美雪小姐的房間 很抱歉,要你們來這間房間 讓你們廢心 已經是我們的朋友了 真是不用在意 爸爸出門之後一個人都挺有空的 美雪小姐碰到這些事,一個人都會很不安 我們去調查 又去調查,好奇怪 嗯? 做甚麼? 真是暴美 我的徽章呢,偵探那個... 徽章不知道去到哪裏 對呀,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被金鐵收走了那個 你知道那個徽章的事 那個徽章上面是不是寫著少年偵探團 對呀 這個徽章是我們少年偵探團的證明 果然,我在這個輪船上撿到一個給了阿一 給了金鐵一,真還是假 是真的 就是說用這個偵探徽章可以聯絡他 可以聯絡,甚麼事 這個徽章是個通訊器 我們這邊進行呼叫可能都會接通 立即去叫一下 好,來了 基本操作問號 我們可以找一下金田一 是不是真的金田一 好,打開這個通訊器開關 嗶嗶嗶嗶嗶嗶 金鐵一,聽不聽到 聽到呢,請回答 也是一樣 信號 喂喂喂 是誰 通了 是不是金田一 是我,可不可以聽到聲 就是這個通訊器 是的,金田一 這個徽章是偵探徽章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的名字 阿一是我,美雪 果然是阿一 不好意思,說了馬上就回來了 不提這個了,阿一你在哪 好是好的,至於在哪 我也不太清楚 不知道自己在哪 是什麼意思 好,問一問 金田一 你說你不知道在哪 是什麼回事 我剛才是個小孩子 小孩子搞不明白 總之找個值得信大人的大人 你聽 沒事的,跟我說 不要再搞了 快點跟大人說 那明白了,我先收線 小難姐姐叔叔在哪 他說散步了出去 OK 我也去 他是不是要變聲 他要變聲 他要變聲 阿南一起去 你們去吧 我馬上就來了 什麼啊,這個時候又去廁所 他應該準備變聲 接下去 沒有人阻礙你 呼籲我和大家走嗎 值得信大的人 就是眼前 是吧 宮藤新一 小孩子靠不住 用這個就行了 身宿背帶 手標形麻醉漿 好,大家發現 麻煩了 我們要找個 去倉庫那裡 去變聲 好,來 這裡周圍都是灰塵 現在不是發勞騷的時候 快點聯絡吧 金田一還是要我變聲才行 用我自己的聲 宮藤新一 嗨嗨嗨嗨嗨嗨 快點飛 這個不是剛才那個小孩子嗎 我聽美術小姐說 你說你不知道是哪有什麼意思 詳細說說 等等,你是誰 真的可以信任你 還有其他可以信奶 告訴我 我都不了解詳細的情況 你那裡不是直暗島嗎 好像是直暗島又不是 很模糊的回答 什麼意思 我自己都不知道 這座島和直暗島一樣 但又不是 這個就是 奇怪的 後面那個失蹤的遊客 失蹤之前似乎都看到怪異的景象 怪異的景象 是同一個直暗島 但又不是直暗島 跟那個博士所聽說的怪異的現象一樣 應該是不存在的另一個直暗島 而且這個島上還有奇怪的家夥 他們都說這座島才是直暗島 總之在這座島 都調查一下 知道那座島的真相 或者可以找到神隱之謎 我想也是 差不多要告訴你是哪位 我是偵探 我也是在調查神隱事情 聽聲音和說話方式 應該跟我差不多 大概是 那你叫什麼 我 不可以告訴你真名 抱歉 這邊有種種原因 不可以告訴你你的名字 不可以告訴你我的名字 我都有一個呼衷 先不說 我聽說你也是偵探 而且還是金鐵一姦作的孫子 大家都是偵探 命運真是奇妙 這個是偶然還是必然 不過不打算 應可連名字都不透露的人 真是可以相信你 你馬上就會知道 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 難緣如此 接下你怎麼做 我有沒有和我失蹤 如果他真的和我一樣 神隱他應該在附近 你說的是鳥與美座 我這裡要告訴你真相 知道 今天也是很遺憾 你怎麼找都找不到他 美座小姐的事 雖然很難接受 但是告訴他 鳥與美座 冷靜聽聽 有個美座小姐已經死了 你說什麼 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美座小姐昨晚被殺害 被殺害 被殺害? 誰 還不知道 對了 好 再調查美座的房間 美座預警到 靜暗到 又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 他可能留給了一些線索 噢 沒有訊號 被人喊 嘟嘟嘟嘟 喂 聽到嗎? 好 通訊被撤斷了 看來對方出現了故障 報美 報美跌落地的時候 可能弄壞了 怎麼辦呢? 現在還不知道他在哪裡 不用擔心 他聯絡範圍在半徑20公里 現在可以確定是金田一在這個島的範圍 奇怪的是金田一說 島上有奇怪的人 也就是說 只要去找半徑20公里以外的有人島嶼 20公里? 等等 沒有可能 咦? 沒有可能是指 為什麼? 根據這個島的旅遊指南所說 這座島半徑20公里都沒有人居住的島嶼 沒有其他島? 他都沒有否定在植暗島的可能性 但是沒有可能 如果是同一座島的話 應該會更加容易撞到 既然不是植暗島 亦都不在其他島 那他們在哪裡收到訊號呢? 不存在另一個島 那島究竟在哪裡? 究竟在哪裡呢? 有個奇怪的東西出來 他想著聯絡 但訊號可事有事無 狀態一直都不是很穩定 在那個之後都沒有再跟金田一通話 OK 好啦 事情開始進入白熱化了 不知道各位覺得這個劇情如何 我想我小時候玩是覺得蠻好看的 即使我現在玩都覺得很神奇 其實很有趣 老四爺索索那邊呢 這個偵探的徽章狀況好像不太好 好 最終都沒有說過 難得有這個神人的線索的機會 好 好 總之現在知道金田一他們沒事就行了 現在必須要解決這個美座小姐的事情 好 先問一下阿叔的打算 好 沒時間了 可以繼續調查 還有 而且美術小姐等鳥與美座的事情解決之後 果失蹤的兩個人都會全力調查 放心 好 來了 有鼓起勇氣了 就按阿一的傳達給柯南的訊息 去找找這個美座小姐工作的房間 他要去找和美座小姐爭執過的男人 是那個穿黃色外套的男人 我要不斷調查找那個男人的尾巴出來 他要去圖書館找關鍵 25年前的事情 一有什麼進展就用這個徽章聯絡 明白 OK 他們去玩 好 弄那麼少 什麼 為什麼要去調查美座的房間 預料到可怕事件 可能都包括他自己被殺害 如果他自己預料到的話 可能都會留下關於兇手的線索 去他的房間找找或者會發現到什麼 好厲害 跟阿一差不多 哦 這個阿叔教 今天是這麼說的 哦 所以快點去調查 我只是他會說誰說 小吳朗熟,毛利叔叔說的 來啦,來啦,馬上來 我又是這個人 這個人很古怪 美座小姐 還好你是燈塔少年 好 我們想拜託一件事 拜託什麼事 拜託調查美座的房間 我想看看美座小姐的房間 去美座的房間 拜託為了知道的事一定要去他的房間 我明白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來帶路 我來帶路 跟著我來 好,來 這裡就是美座的房間 哇,粉紅色的房間 我們調查 現在只有我一個 不能放著店舖 不管 不然我沒有人理會 梁子小姐 怎麼樣 她去了安置美座屍體的地方 對她來說 美座就好像她的妹妹一樣 一定很傷心 是的 有什麼事叫我呢 這玩意很奇怪 其實 她應該有點古怪 來 來 調查一下 有幾個地方去調查 先調查一張床 沒有什麼特別 很普通 這個呢 台上什麼都沒有 沒有什麼值得留意 那就這張桌 試一下櫃桶 很可疑啊 這個櫃桶 打開 哦,一本呢 筆記寶 這個日記 是不是 看起來像是日記 美座小姐的日記 先看看 不行 我難不可以偷看女生的日記 那等我們女生來看 對 事情以外的事 就當女生的秘密 這樣的話 我想美座姐姐都會答應 那我們就被人隔離了 這就交給女生 我們去調查其他地方 OK 那日記就交給他們去調查 好 怎樣 幾分鐘之後 怎麼會這樣 有什麼可疑的事 她似乎察覺到自己有生命危險 在日記上 果然是這樣 關於殺害了美座小姐的兇手 寫了日記 沒有啊 關於兇手什麼都沒有寫 不過很奇怪的事情 幾次都寫著同一句說話 不能再重蹈25年前的慘劇 這個奇怪的音樂出來了 那個慘劇都跟美座小姐的死又掛聯 神人美座小姐的死25年前的慘劇 這些究竟是怎樣聯在一起 而且日記夾著一張照片 這個是美座 不是會看來一張照片已經很舊了 難道是美座小姐的母親 這個寫著鳥與美鶴 上面還有拍照的日期 是很久以前的照片 這個就是美座小姐母親的照片 話是說她跟母親太遲了 不能重蹈20年前的慘劇 覆轍 日記值得住的就是這些 明白了 多謝小蘭姐姐 我這次所說 調查了這個房間 但沒有發現 跟兇手直接相關的線索 嘩 快點看看我男人找到線索 快發現 有什麼發現 看我們都找到照片 看看這個 很舊的照片 這個是 女孩子和男人的照片 這個男人是女孩子的父親 你們在哪裡找到照片 旁邊的房間 不是 不是在美座房間找到的照片有什麼用 對 怎麼可以隨便拿人家 但你不說這張照片很可疑嗎 和美座小姐的日記夾著照片 差不多是同一時期的舊照片 但是舊照片沒有說明什麼問題 還要發現一些奇怪的東西 重要的事情 知道了 所以真的不是特別 我們在這房間找到的 這裡是哪個房間 這個應該是同時娘子小姐的房間 也就是說這張照片 是幼年的娘子和他父親的照片 這個人都很奇怪了 開始 我們既然找到這個線索一定很奇怪 你開什麼啊 原太 都說了 要放回原柱的柯南 原來的地方 難道在衣櫃找出來的 不要隨隨便便打開 快點關上去 真的沒辦法 嗯? 有件奇怪的 關上去就行了 那OK 但是什麼 剛才的感覺是 衣櫃有東西 然後問一下 然後有 咳咳咳 問什麼 沒有你難 調查一下 再打開一次看看 看起來沒什麼奇怪 但是總覺得裡面有什麼 像 這裡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件 那件格仔衣服 那件格仔衣服好像曾經是燈塔 在燈塔那裡 那個釣魚人也曾經見過 那件衣服 那件事 之後要調查哪裡才好呢 之後的調查 是 調查完美佐小姐的房間之後 明確了一件事 或者調查一下那件事比較好 調查這房間可以確定的是 那件事跟美佐小姐的死有好心關聯 那件事就是 25年前的慘劇 不可以再重蹈25年前的慘劇 不可以再重蹈25年前的慘劇 美佐小姐的日記也有好幾句提及過 這件事 或者跟這個美佐小姐的死有關 不說不定 那跟阿粒博士 匯合了之後一起調查 不是 圖書館應該是調查 交給博士和呼緣 我們都是想辦法 如何調查25年前的事 去找那個人幫助 找誰 又去找甘田 可以 我記者找那個 那個人在哪裡知不知道 應該在這個資料館 好 鄉土資料館 OK 可以再去梁子間房間 可不可以再調查一下他的櫃 那個櫃不可以再看了 不可以隨便找人間房間的東西 OK 我們可以走了 哦 調查員有沒有什麼成果 找了這個日記 日記 難道 有寫到兇手的事 不是啊 沒有寫到任何東西 真的遺憾 這個男人鬆一下口氣 一說到這件事 是不是 我們知道了美佐的死 跟某件事有關 接下去調查 某件事 還沒向這個人詢問過25年前 我問一下 看看有什麼反應 還有 或者跟美佐小姐的死 有關那件事是25年前的慘劇 你有沒有聽說過 25年前的慘劇 不知道 我來這個島 差不多10年前 哦 對了 碟主要是10年前來到這個島 那就跟梁子小姐講的一樣 關於這件事 他看來沒有說謊 好 好 鄉土資料館 到了 應該在裡面 好 進去看看 那個記者是否在這裡 嗯 裡面是這樣 看來很無聊 哦 對 哇 在那裡 那個記者 一看就很可疑 好 可以問他 記者 哦 這不是昨天的大姐 你有這麼巧 到處找你 這件事變得麻煩 聽說連那個年輕人和大叔都神癮 那個大叔就算了 那個年輕人才令人貪心 OK 又來了 又暖粒了 稍微安靜一點 聽我說先 哦 是很報歉 我們是想請教你才特意來這裡 哦 這樣啊 剛才我就注意到 這班年輕人是 我們少年偵探團 來調查是兇手的 哦 少年偵探團 但是好像這些小孩來說 殺人事件的負擔太重了 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我們都獲得了重要的線索 重要的線索 不要說到這麼令人振奮 究竟是什麼 調查美座小姐的房間 找到某樣東西 就是 找到某樣東西 這個 第一樣 美座的日記 第一樣 美座的日記 日記裡面留下了一個線索 不可以令25年前的慘劇再度發生 不可以再發生 這個你會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來見叔叔的理由 25年前的慘劇 慘劇離奇失蹤 還有鳥與美座的死 這些事情緊密連繫一起的理由 要問我關於25年前的慘劇的事 是的 哼 做得不錯啊 年輕人 你有沒有關於25年前慘劇的線索 哦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有關 但是我掌握著25年前發生的某個事件 某個事件 問一下 有什麼事件呢 有 25年前發生的直暗島的事情是什麼 根據我調查的情報來看 25年前這個島有一個叫一枝賴為一有權的男人 在這個圖書館開槍自殺成為當時的一個案件 好 好 開槍自殺 剛才不是說了那件事呢 跟慘劇有沒有關係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跟25年前這個詞呢 一樣 或者有什麼關聯呢 25年前在島的圖書館開槍自殺一枝賴為一 如果這個事情就是25年前的慘劇的話 那離奇失蹤和美座小姐的死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呢 未夠充分 情報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些 還有啊 客戶不明的年輕人沒問題 剛才呢 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呢 聯繫了 還在調查中 調查中 不是很清楚 離奇失蹤的確是個心不見得的事情 就如想像一樣 似乎變成了巨大的爆料 又可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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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要聽他們說了 男人的浪漫 好 你們打算怎樣做呢 接下來 去圖書館問一問博士調查的進展 OK 好 現在去圖書館了 去 去博士那裡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廢話 啊 你們等等 嗯 娘子小姐 見到你們太好了 從店長聽說你們來了店 你們是調查美座的事 是嗎 是啊 有件事呢 要告訴你們 有什麼要告訴我們 自爆是不是 實際上 或者會跟這次事件有關 有個男人 認識那個人 我還是跟美座聊天的時候得知 直暗島上繁華街珊瑚路 背替酒吧 三本正則 多次強迫什麼 是個身穿黃色外套戴帽的男人 三本就是殺害了美座小姐穿黃色外套的男人 嗯 還沒清楚 不過呢 有必要去問一問 不去圖書館 多謝寶貴的情報 剛才沒看到什麼強迫加黃 小姐 好 OK 背替酒吧 那個什麼背的舖在哪裡 要找嗎 我這間舖背替酒吧就是這裡 鎖了 鎖了 優業嗎 明明是家伯伯不在 這個是空手掛用手段 把門撞爛他 搞什麼 都還沒開門 這個店鋪不可以進去 誰啊 你 我們有重要的事來找店長 店長 小靖 他去了港口 港口 那個人面色好像不太好 或者聽到今早的事件 今早的事件 是指鳥宇美座那間 那個家伙對他特別著迷 看他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打擊?真的這樣 我們直接去找他吧 你是店長三本師生的朋友 算是啦 也是常客 我叫葛田有幾 葛田先生 順便問一下店長的特徵 三本師生是什麼人 可不可以告訴你特徵 特徵啊 一看就看得出 拼了老命在梳你頭髮 不可以令自己的頭髮亂 留一個飛機頭就是小靖 無法髮型 扔掉了工作 真是穿的家伙 一直穿著黃色外套 那果然就是兇手 立即找叔叔過來 穿著黃色外套 一趕完之後馬上走 那個人不會覺得很奇怪 喂? 我們要踩滑板 黃色外套快點去碼頭 怎麼玩 怎麼玩 怎麼玩的 蛤? 怎麼玩的? 等一下 怎麼玩的 喂 喂 我啊 按按鍵 我怎麼動啊 怎麼跳啊 怎麼動上去動下 唉呀呀 行啦 神經病 我應該是可以跳 怎麼跳啊 誰就是 我可以了可以了 炒了 肯定趕不及了 剩下8秒 沒了沒了 要重新來過 丁仔 完全不會踩 低B 和式外套的男人在哪 咦?找到他 但是有 安全上女 你是不是就是三本正則 嗯? 什麼事啊 小子,找我有什麼事 好,找到他 我想問大哥哥一些事 關於鳥宇美座 美座? 問他做什麼? 當然是關於美座小姐被殺的事情 美座小姐已經和我沒有關了 接下去呢 讓我來 在你的店舖慢慢問吧 來得真是快 小蘭她說 你要趕快來嘛 但是小蘭姐姐呢 他們說 太麻煩了 我叫他們回去 你也和我回這個圖書館 詳細情況等等再說 現在先去你的店舖 OK 為什麼你會跟來呢? 我不是說了嗎? 你不是去圖書館嗎 我不知道怎樣去圖書館 也不知道怎樣去圖書館 一個人都會當失勞 那你和我老實一點 你和年輕人搞到什麼時候? 沒有問題,我回去 不好意思,我們繼續剛才的話題 我問他了 知不知道美座小姐被殺 又被人打 不是叫你老實一點 我看這件事你一定很清楚 美座小姐提出幾次交往 但是都被人拒絕 對,交往 所以懷恨在心 你的意思是說我殺了他 先冷靜一點 實際上在發生事情之前 有人目擊到 和一個高大的男人爭執 而且好像你那樣高大的男性 要把殺害美座小姐用的空氣大石頭 搬到展望台也不難 可以說明些什麼 高大的男人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從目擊者的正詞來看 不單是高大 還穿著黃色外套 和你現在穿的一樣 黃色外套沒有可能的 不是我 我有不在場證據 可不可以說說 是什麼呢 沒有殺美座 今早才在乾洗店拿回來 你去風花糖抗炎一下就行了 而且我在美座被殺害那天 晚上還在飆車 怎麼可能殺死自己喜歡的女人 靜止真奇怪 剛剛說的和我得到的情報有出入 這個人對自己發言要求強於一倍 不會作出亂禁整亂頭髮的行為 飆車吧 靜現調查 不是我降的沒有殺 有出入 今早 今早早剛剛洗完 我回來向風花糖抗炎問就知道了 開著摩托車跑 這個 拼路命梳了你的頭髮 頭髮稍微有點凌亂就沒辦法忍受 會去騎必須戴頭盔的摩托車嗎 你當時真的在那裡開電單車 對 沒錯 騙人 因為如果要騎這個電單車就一定要戴頭盔 這樣的話 你很不容易梳了你的頭髮就不會亂了 那個是 頭髮亂了又如何 這個是頭髮有點凌亂就沒辦法忍受的人 僅僅因為增大帽所以拒絕工作 因為在這個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有得頭髮凌亂 對不起 這個小子說的沒錯 玩什麼踩電單車是騙人的 但是我沒有殺他 正如預料所說摩托車的事情是假的 電單車 事實上昨天我真的一個人在家看電視 但是說一個人在家沒有人會相信 然後昨天播好像在播電單車的比賽 於是我就說電單車了 最怕被懷疑了 在自己家 沒有人證明的話就沒辦法當是不在場證明 剛剛從乾洗店拿回來 去風花塘萬一萬一節 OK 去抗議一下吧 但是不代表你的嫌疑被你洗清了 我明白 我難回去了 好 等一等一等 是不是最好問一件事 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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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藍莊手錶也知道是誰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不是店長嗎 店長 哪個店長 就是風花塘店長 風花塘店長 風花塘店長 我去美座店 見他幾次見店長帶著 奇怪的事情 這個店長一定很奇怪 但是很奇怪 問這個店長手錶的事 他說不知道手錶的事 的確 為什麼他要說謊 看來有必要直接調查一下 走 好 知道要去風花塘的老闆 一個只不過 現在要去風花塘 我知道在哪裏我來帶路 好 來 在那裏 好來 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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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畫 這個就是你的鏢子 為什麼不跟我們說實真畫 那個是 還有什麼隱瞞我們 不是我的 我沒有殺她 熟熟 沒有人敢說 暫時 把那15110的東西告訴我們 好 問妳 那個鏢子是你 是啊 不是我的 不是我殺的 那個鏢子是被人偷了 被人偷了 如果被偷的錶會跑到美座小姐的口袋,難道是他偷的? 也不是,美座不是這個人,那為什麼你的錶會在他呢? 我都不清楚,說得說清楚一點,手錶被偷這個靜池本身很可疑 真的被人偷的,而且店舖還有其他被人偷 還有其他被人偷 還有什麼被人偷的? 嗯,人體模型,男性的模型都被人偷了 人體模型? 真的,該式的小偷偷個錶就算了,誰會偷男性模型? 我也不知道,但是男性模型不知道為什麼走了 被偷的男性模型和光繫中的黃色外套 難道黑暗當中看到那場男女爭執? OK,自盜自見是不是? 你都是嫌疑人當中之一,也就是說三本先生外套在光繫當中的證詞都不可以相信 我為什麼說謊? 如果你跟三本先生是共犯,那又怎麼說呢? 你應該有充分理由為三本先生作偽詞 矮小的你一個人將空氣的石頭搬上展望台很困難 既然是這樣,你們共同犯罪的可能性最大 說得都有道理,但是真的這樣? 我應該會被人懷疑 這句話趁現在說吧,等我掌握到決定性的掌握證據再回來 以防萬一 這個錶就是由我來保管 咦? 嘩! 最後一旦全開了 旁邊的掌握就可以停了 好,是這樣嗎? 停了一個鬧鐘 剛才那個鬧鐘還有點光,忽量忽滅這個感覺 好,我已經知道這個事件發生了什麼事 叔叔嗎?剛才那個鬧鐘是之前設定好的時間就會響 是啊,設定時間的是我 大概每天都在這個休息時間就會響 其他時間段有沒有設定過鬧鐘? 應該沒有,讓我看看 這個重要的植物,大家小心點 咦?好奇怪 深夜1點也設定了鬧鐘 我忘了深夜有設定過 深夜1點? 咳咳,跟被殺的時間差不多 如果是他自己設定的,會不會是設定了跟兇手碰頭的時間呢? 為了不遲到 不是啊,恐怕那個鬧鐘 不是美座小姐而是兇手設定的 深夜當中發光的手錶 利用了這個就可以跟某件事一聯繫了 聯繫起來某件事 殺人董基本 他按捉石頭命中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我已經記得了這個什麼事件 深夜當中的燈塔 兇手是怎樣呢? 令石頭命中美座小姐利用這個手錶的鬧鐘就可以實現了 先把這個手錶放到燈塔下面 這樣叫美座小姐叫到附近 在約定時間來到的美座小姐 聽到這個鬧鐘 在這裡又黑又暗突然響起鬧鐘 誰都會注意到這個錶 然後就會不假思索 想都沒想就撿起來 控手看進的那一瞬間 以閃光的手錶為目標 把石頭扔下去 這樣一想 他為什麼拿著手錶就可以理解呢? 等等 這個錶是放在他的袋子裡面 如果他把手錶拿上手 為什麼要特意把它放進袋子裡呢? 難道是為了隱藏錶裡面的東西? 發什麼外啊?柯南 不好意思 在想一些東西 想個鬼啊 你還做了一百年 好了 今集就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繼續 這個事件大概已經瀑頭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為我之前也有玩過 所以我大概記得他那個案件 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好,下集再見